那我们看一把皮皮下的邦邦 打的是月亮和带传送 那应该是脆火 然后可能会点满狙净狂 打的是小蝶狐狸的这个车队 上来找到的是佣兵了 看了一下 跟一跟骗骗你的护臂吧 假装炸弹丢一丢 对吧 实质反正肯定是等脆火 拥兵估计也心知肚明 你追我那不是在开玩笑吗 对吧 就反正形式性的交个一个护臂 两个护臂 等你脆火开了 你肯定是找下一个人的 那这边脆火开了 应该会更多的找先知十秒钟 好 这边是前锋的一个点 下一个点过来 我们看先知这边有没有拉开 先知拉开了拉开了 这先知很聪明 其实不是不在电击附近 那你脆火开了 你看这就高端局穷人者的一个意识 你脆火开了没关系 我这边不在电击旁边 你也不能传 那只能是被迫来抓下一个这个比较难抓的前锋了 也没什么办法 这先知对吧 不给机会呀 哎呀 这颗炸弹 往下一波 好 你下去 炸弹 传送 还是要传着先知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先知说 我已经是对吧 尽力拉开了 哎 一轮炸弹一刀 好 开了技能 遥控炸弹一波可以带走 看先知这个鸟能不能顶 这里先丢炸弹 封你走位 遥控炸弹补上 直接一轮带走 非常非常的流畅的一波追击 先知这只鸟留着给自己 就比较的弱了 他如果说能留着给救人位 就是当时比如说前锋倒了 对吧 这里挂上前锋 其实都要比这个先知倒好一点 因为他可以把这个鸟给到佣兵 通缉到了祭司 那先把这个洞打掉 然后先把这个洞打掉 然后做一波防守 BPR这边还是很果断的传送 就知道当时翠火开了以后 他就大概知道一个先知的位置了 然后虽然说先知离电机比较远 传不了 但是你待会总得修机 你修机电机一洞 我大知道在电机洞就是你 那么看这波防守了 这里 第一轮 护杀 直接秒救 可以啊 直接上手掏 直接上手掏 这波上手掏还是非常非常果断的 一个无伤救人 再丢颗炸弹 没炸到 半血佣兵 下一波 前锋还能再来救一波 因为这先知有鸟 就是 求人者会不会救呢 我觉得大概率会救 因为这先知有鸟 没鸟 估计这先知就不要了 有鸟 你现在就很难说 对吧 手上我有只鸟 你们要不救我一波 我说不定还能溜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呢 就是卡着别救 看前锋 前锋这边还被通缉到了 那算了吧 祭司卡一卡 好吧 祭司卡一卡 别救了 前锋来了 前锋来了 还是要救 有鸟 对不对 先一颗遥控炸弹 封你走位 这里两连 补 继续封 因为被通缉到的 前锋这边想拉球 遮你拉球 有点 哎 躲炸弹 nice 这波 这波救人还是比较关键的 鸟套上 给自己 这波能救下来 这个走位还是够细腻啊 皮皮下一颗炸弹没炸中 一颗炸弹炸中的话 这把球脸就崩了 嗯 不过现在这个先知上挂飞 传送也有 挂飞先知以后 前锋是要倒地的 前锋能不能把自己的遗产机 应该是拉开了 没有去补自己的遗产机 这边补 好 还差一颗 砸了一个头 两连已经好了 板子踹掉 嗯 看一下电机的一个分配 傭兵在摸自己 然后要准备打一个尽量保证满血的一个挂飞敌人的残局 哎 这里有一说一 杨嫂这边牵制的时间也挺久了 在面对一个二阶帮帮 能够有这种牵制的时间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这里一刀震射 前锋被摸满 好像还想来 算了吧 算了吧 还没必要了 这个有点远 来不及 还行 这一波怎么说呢 富贵险中球吧 但是也只是让求人者有保评的机会了 我觉得刚才不救也有保评的机会 不过不救的保评机会远远没有这一把 救下来这个效果的保评机会大 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富贵险中球球到了 但这个东西真的很惊险 刚才那个真的太险太险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很有可能就人没了 这一旦前锋没了就真的没了 啥都没了 一刀倒地 哇 这抓人速度 倒在遗产机 这把皮皮虾 这个帮帮 在这种点位的一个追击能力 有点恐怖了 祭司想要秒救 不给你机会 这边祭司秀想要等待个 因为傭兵这边倒在一台遗产机 所以说想要等的就是 傭兵挂上的那一刻直接掏 前锋这边撞就也可以 反正就是拉开遗产机 一刀打中还行 这个炸弹没炸中 炸弹没炸中呢 这里就能走了 如果说前锋这波救人 怎么说前锋几波救人都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里如果说这个炸弹炸中一下 这个傭兵 这傭兵倒了 这局感觉 穷者也没了 那现在穷者还有一些生机 这边可以把傭兵摸满 慢慢摸满 因为这边帮帮不太可能离开了 他一定要在这边守着 最后一台遗产机的 这台遗产机听声音的话 应该已经到了第四阶段了 前锋 这里 先丢一个炸弹 看见了 看见了 不过这边傭兵被找到了 祭司 回来点电机 一刀 傭兵倒地 看电机 再动 直接传 要直接传 要直接传 传送 nice 这大局关很清晰 因为这个祭司半血 这祭司半血 这祭司半血的话呢 就是传过来以后 是可以秒掉的 秒掉以后 我再把这个祭司挂回到 刚才那台遗产机 你们来救 来救 就是白给了 不救 你外面重开 也来不及 所以这个局 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死局 除非 穷者这边再出现奇迹 就是神奇的救下来 然后还帮忙扛刀 再帮忙转点 那这个穷者还能再盘一盘 但是我觉得这个局 已经差不多要没了 一颗洋风大弹 没收尾 那前锋这边能救下来 我觉得守着就行了 没必要追得这么远 这波追得远了以后 这祭司有没有动 目前来看没有动 两个人想强修 强修有点难 这电机还差了大概 五秒钟左右吧 还差了五秒钟 佣兵这个血线也是救不了人的 前锋这里球也没有了 帮帮还是球稳啊 防你一波 那个 说 把人挂上 还要再来掏吗 嗯 佣兵这边摸不好 没办法 应该是一个四刷局了 已经打得很精彩了 这局我觉得双方都已经是打得非常非常精彩了 只不过这个帮帮呢 确实打得有点忒好了一点 一刀佣兵倒地 还剩一个祭司 先把佣兵挂上 祭司这个位置上挂飞 然后再把前锋牵起来 拉开 不要倒在这个电机旁边 省得你待会自摸起来 把这电机给修开 这样的话确保万无一失 还救 哇去 这还救下来了 牵起来 打气球的 祭司被炸到 这还能点击 电机还能点开的 这里要把祭司摸好 还要来救 还要来救 但摸不起来吧 我去啊 这 这个局真的我惊了 这能打成这个样子啊 哇 刚才牵起来打气球的 会不会好一点啊 哇 这把求生者和监管两边打的都也太好了吧 这开门战还能这样打的 祭司这边压着 上挂飞 没找到 这里祭司压着呢 就是想要那个 待会儿佣兵开完门以后打个大洞走 打个大洞走 这里可能还救不人 我是不相信这把能保平的 这个局要是保平了 那真的 这 这也太神奇了吧 好 这边挂飞 那本来是一个四抓局 这样的话 跑了一个 但也是真的 穷人者这把 其实从头到尾 穷人者打的都很好 从那边杨瑟尔的这个先知 对吧 拉开 破你的这个脆火 到那个 杨瑟尔被神奇的救下来以后的一波 二六 都已经是打得很好 很好了 很好 很好 这局确实很精彩 很精彩 值得收藏的一局 这就是 我 这就是 准备了 你